大家好 今天频道洪明来聊聊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探讨与反思 在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中 经常可以听到对拜登政府策略的批评 特别是在贸易政策方面 虽然美国政府建立了区域联盟 如与日本和韩国的三边峰会 以及与菲律宾的接触 强化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但在重启自由贸易谈判方面却显得犹豫不决 首先 我们看到拜登政府与盟友和伙伴在亚洲的贸易谈判上的迟疑 与罗纳德、里根对待苏联的策略形成鲜明对比 正如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所述 拜登政府应采取类似里根时代的策略 通过建立坚实的联盟来对抗中国 而不是回避贸易谈判 这种策略的缺失不仅减弱了美国在全球的贸易影响力 也使得美国无法有效利用其经济力量来平衡中国的崛起 其次 尽管美国尝试通过安全协议 如AUKUS安全协定和QAWD领导人峰会 来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框架 但这些努力与经济领域的合作相比明显不足 这种策略的不均衡不仅暴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短视 也可能削弱与地区盟友的经济合作潜力 此外 拜登政府虽然致力于加强与中国的对话和交流 如拜登与习近平的会晤表明双方都有恢复对话的意愿 但实质性的贸易谈判却迟迟未能启动 这种矛盾的策略 一方面试图通过安全和政治渠道缓和紧张关系 而另一方面在贸易和经济领域保持距离 不仅使得美国在亚洲的贸易策略显得矛盾 也可能导致盟友对美国的信任度下降 再者 拜登政府的这种犹豫不决也体现在未能积极参与CPTPP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中 这种态度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不同 但同样忽视了多边贸易框架的重要性 美国如果能够改变这一策略 不仅能够在亚太地区形成更广泛的经济联盟 也能够为美国企业和产品打开新的市场 增强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 因此 从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执行情况来看 美国需要一个更为明确和积极的贸易策略 这不仅关乎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 更是对内确保经济利益和就业机会的关键 美国政府应重视与亚洲盟友的贸易谈判 充分利用其经济影响力 以实实现政策的连贯性和效力 首先 美国政府需要明确其贸易政策的方向 确保与其地缘政治策略的一致性 这意味着 美国不仅要在安全领域与亚洲盟友和伙伴国加强合作 还要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展示出同样的决心 当前拜登政府对重启自由贸易谈判的犹豫 反映出其对经济全球化的复杂看法 但这种犹豫不决 可能导致美国失去在亚洲乃至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 其次 美国应积极推动与日本 台湾等关键伙伴的双边贸易协议 如此不仅能够提升这些国家与美国的经济联系 还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平衡中国的区域影响力 这一策略的缺席 不仅使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布局显得被动 也可能削弱其在其他地区的战略利益 此外 美国政府应考虑重新加入CPTPP 这不仅能修复特朗普政府时期留下的多边贸易空白 还能有效对抗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策略扩张 参与CPTPP将使美国能够利用这一平台 加强与成员国的经济联系 同时也是展示美国支持自由贸易和多边合作的重要信号 最后美国需利用其经济和技术优势 通过建立新的贸易标准和规则来引导全球贸易发展方向 这包括在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与盟友共同制定规则 这不仅能够促进技术和经济的共同发展 也能够确保在新兴经济领域中维持美国的领先地位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新评估和积极行动 是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保持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关键 通过与亚洲盟友和伙伴国深化经济合作 并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 美国不仅能够有效应对中国的战略挑战 还可以为本国及其盟友带来实质性的经济利益 在此过程中 确保政策的连贯性和执行力 将是拜登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 请不吝点赞订阅